比如A到Z好了 然後他會自動幫我排序 或者是Z到A 那要按照筆劃來排序 那這邊可以看到有幾個 可是其實這樣子還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講過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然後建立一個副本 放到最後或者放在頭 我們好像是放在前面按確定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九的之二的這個 這個副本 那這個副本如果說我今天要知道說 到底業務有幾個的話 我們可以用2007之後的新的功能 就是在資料裡面有什麼 移除重複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按照哪一個 我要按照業務 幫我做移除重複的動作 那如果有重複的資料 他就把它刪掉 只留下第一筆資料 所以這樣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有幾個業務人員 那當然一樣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我CtrlZ一下 如果我要按照什麼業務 產業別好了 那其實也是一樣移除重複 取消取消這個全選之後 然後我們剛剛是業務 現在產品別 總共有幾個幾個產品別 按確定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只有五個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快速取得我們要的清單了 好 就是說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有用 錄製聚集的方式 知道說 這個地方我要移除重複的話 那可以用 給他哪一欄 他就自動幫我把那一欄的資料 留下來 我要的清單了 這個方式其實非常好用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要自己寫程式 去取得裡面要有的清單的話 並不太容易 以往 要不就是自己要寫程式 那寫程式的方法 可能你就跑回圈嘛 回圈呢 從頭跑 然後呢一樣的 只留下第一個 如果下一個還一樣的話 那就不要了 那一直跑回圈 他幫你篩選出條件 最後呢也可以取得清單 不過 會比較不好去賺錢